这个东西考验中国的 不是中国的基建 如果中国把它当成一个单纯的基建 那很有可能中间我们就要吃枯头 因为它是一个地缘政治博弈 它必须有政府保驾护航 而且它要和什么 它要关键在于 它要和泰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结合 就说白了 泰国不想做一个旅游 以设弑军的这样一个国家 我想变成一个独立的小而闪光的 地区战略枢纽国家 那中国就是送一份坡天的富贵商品 我就做好这个港口服务生 笑迎八方客 那我这个泰国 我不说分掉新加坡多少 我就是从新加坡那个碗里面 咬几碗汤和我喝的 我赚了盆满钵满 咬几碗汤和我喝的 咬几碗汤和我喝的 咬几碗汤和我喝的